大家好 今天下午来金边加华银行总部大楼 来办一下关于我给台湾人 我给他购买土地 因为他延期没有交付给我 所以今天历史约我们两个在面谈一次 这就是加华银行总部大楼 加华银行是由加拿大集 柬埔寨一啊 华人也是华人 方桥生先生唱办 他是柬埔寨十大富豪之一 柬埔寨十大富豪 九位是华人 他是其中之一 加华银行 2018年好像是取得了这个信托牌照 居然们是有帮外国人带持柬埔寨的不动产 特别是土地 因为土地外国人在柬埔寨 是不能拥有它这个产权的 所以加华银行帮我们外国人 特别是中国人信托这个 所以中国人很多买土地 都是找这个加华银行来带持 好他到了我们也进去吧 这里面沟通了两个多小时 还是老样子 谈不出什么结果 所以我把这个基本情况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台湾人呢 是在以前是在中国江苏昆山那边草地 做中介 兼待自己草地 后来他来到柬埔寨 是同样的模式 在经边开了一个中介公司 一边做中介一边自己兼待草地 就是好像看到哪块地比较便宜 他自己付一点点首付定下来 然后利用这个实践差嘛 到后面付款的话 分两次三次付的话 有个这个三四个月的实践差嘛 利用这个实践差呢 找后面的人接盘 他不管是想赚这个中介费 他还是想要赚这个差价 所以他这个赶上这个疫情呢 他资金断电呢 可能就有问题 我是2019年8月多 判中了他一块地 然后当时我就付了他2万美金 给他确定 定了以后一直拖拖 从2019年到2020年3月份 再正式给我到加化银行 办理这个信托手续 我们都大家都以为了 到了加化银行信托比较安全了 但是通过我这段时间的了解 以及他们这些所作所为 我发现银行的安全了 只能是说 我们的财产到了他的名下 可能他的银行比较大 不会给我们什么倒 他不会倒闭啊 或者不会给我们变卖掉 不会抵押 搞这些违法的动作 但是对于这些顾户啊 这些一系列的风险呢 他们是没有封控能力的啊 他虽然是我们买购买 他要考察 要审核 要对我们这个资产 这个风险进行审核 但是我现在看着 他们是没有一点封控能力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他当时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 他支持那个台湾人呢 提供他几张印卡 就是我们国内的那个产权证吧 到他那里进行登记 做个法律文书买卖合约 是吧 然后这个印卡 由他自己带回去 再到那个政府部门 国土部门办的这个顾户手术 都是他本能去保 我们全程是失控 对这个就 虽然我们钱已经付了 百分之四十五十了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就是 失控他了 这段时间是不是 不像我们国内 如果我们双方去办 到国土部门 就走进那个程序了 这个里面就这个资料 什么就放到这个 政府部门去了 他就动不了了 但是他这个是由他自己带回 自己把这个印卡 就是这个产权证带回了 他就有动作可以搞了 我们就脱离我们的监控了 也脱离家贯银行的监控了 然后他就把我这个卡 现实他就把这张印卡 他并没有拉去顾户 而是拉去了重新抵押 重新去找用这个印卡压钱 像我们也是中国人 向他借了高利贷 而不去 而不去这个国土部门办这个顾户手续 所以加货银行也是一无所知 我们也是一无所知 这现在这个印卡是什么状态 借了人家多少钱 是不是被人家顾户走了 现在他说是说有证据 但是到目前来说 没有提供这个有效的证据给我们看 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说提醒这个中国同胞 购买这个土地 下次购买这个土地 这个环节一定要注意 让他自己去跑顾户的话 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要不是自己 我们自己去跑 我们拉这个印卡去跑 让他出钱交税是什么 这样就安全 最起码要看到他这个印卡 已经进入政府部门了 再办理这个手续了 这个就才安全了 他不可能从政府部门再拉出来 是不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所以针对这个事 我就怕他这个地 万一给那些借高利贷的人 给他收走了 因为你还不起他的欠款 他把这块地给他划走了 是吧 然后我给交货银行 他有什么承担什么责任 我给他办的信托 希望广大的网友谁懂 提供建议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